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 我做了很多時令的鮮魚 因為香港是一個豐富的漁港 很多網友,特別是外國的網友都提問 你買的魚,我們外國是買不到的 我怎麼會不明白當中的道理呢 我們很多時候去酒店吃西餐 或者我以前入王的時候做西餐 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西式魚的菜式 早前也做過一個鮑雪魚、煎三文魚 為什麼這類型的魚,我們會用煎鋒的形式去做呢? 因為三文魚也好 或者這類型的銀雪魚也好 油份都相當豐富 又跟大家分享一些超市買菜的小錦囊 一般家庭小婦、一般喜歡煮食的外國網友 很多時候都會進去超市 超市當中很多東西都會放在凍櫃裡 我們要怎麼選擇呢? 或者選擇呢? 例如今次這包雪魚的確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是一些挪威的雪魚 它分開得很好 每一件都是一個獨立包裝 在每一個獨立包裝當中都做了一個真空的包裝 這一點對於雪藏的肉類、魚類都相當重要的 我們選擇的過程當中 當然不要選擇 有些已經疏了氣 或者沒有真空包裝 當然不要選擇 第二就是 它放了幾十份 我們要怎麼選擇呢? 我們就盡量選擇有籃的位置 我們在外面做 買這類型的魚菜式 買籃的位置都是貴很多的 特別是買日式魚 大家吃日式魚生、刺身都知道 大拖羅那些是很貴的 但我自己喜歡吃中拖羅的 不要再吹呀,吹呀,吹到大話西遊 不停地說一下 大家記得訂閱啦 你訂閱了就找你朋友訂閱啦 你朋友訂閱了就找你朋友的小朋友訂閱啦 因為我之前的訂閱率 普遍是比正常的偏低很多 因為我口水多 但我自己也很高興 分享烹日子食成功之道 你拿了菜喉出去 你又可以分享到一些菜喉當中的知識 這個才是重點吧 我們去酒店吃一個這類型的套餐 很多時候它會給一些鱸魚 甚至乎我們現在去酒店玩的宅度假 吃魚已經有價錢了 給那個鱸魚吃 那吃鱸魚怎麼辦? 麻煩你 所以做一個鱸魚在外面酒店吃 已經是相當昂貴 做一個鱸魚就更昂貴 但有時候在家製造 是不是真的這麼貴 和這麼複雜呢? 又不是的 我這包都是一百三十多元 日式超市也有 我剛才買回來的 它還有點硬 如果大家買回來 儲存在冰箱裡 隔一晚放在冰箱裡 四度的溫度 就解凍一晚 做得很簡單 我們就一份份切開 切雞 不要切爛那個真空包裝 這次我做一個煎的菜式 還有打個薯蓉 我做兩個腩子 我們要準備一碗水 也是方便刨完薯仔之後 去清洗 一般漂亮的薯仔 你刨下去 它不會呈現一些青色 還有肉排 那些薯仔 一發爛的薯仔就不好吃了 特別是有青色的位置 因為這些薯仔 一吃下去 你會有一點嚼勁的感覺 裡面也會有一點毒素 那些薯仔一定不好吃 特別是要留意薯仔 有些網友問 薯仔,其實薯仔怕不怕? 薯仔不怕的 薯仔發芽都可以吃的 我可以跟大家說 薯仔 越放久越好吃 你試買新水薯仔回來 放在地上 兩三個星期 出芽仔的薯仔更好吃 很甜 一收水 所以說 跟一種金科的食物 不同品種 也有不同的處理光法 還有什麼 金科的食物也很有營養呢?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先說一下 金筍 我經常用來熬湯 這些就用來洗一下 很簡單 倒水就輕輕沖一沖 這些薯仔用來做薯蓉 用來做薯蓉 怎樣切呢? 切小塊一點 如果想把刀切下去 不切刀 把刀弄濕一點 把刀切薄片 這些也是 我上次做的冰魚扒 都是煎了薯仔 很多網友都說好吃 這樣 你是不是可以煎薯仔呢? 如果煎薯仔的薯仔 就不要太薄 我們都可以一起放進去 這些也是一樣的 我們以前入行的時候 會批一些薯腩 我記得 那時候用小刀 慢慢批一批 收了一些薯腩 那時候做魚的菜式 我們會跟薯薯 現在比較少人做 那些薯腩 很多時候都是拿回來的 那些薯仔 我們把薯仔放一點味 我們要把它煎掉 加一點鹽、胡椒粉 讓它煎過過程當中 讓它放一點鹹味 就容易滑不雪了 好,放進去水溫 我們煎約20分鐘 同時也是準備些牛油 把牛油放入濕溫 就可以把牛油切割 我們就輕輕切起來 可以放一點 可以煎,又方便拌薯蓉 記得用全脂的新鮮牛油 好像很有趣,有些不新鮮的 有些植物牛油 切牛油的時候,時間已經可以了 因為20分鐘就一定會軟 因為方便打薯蓉 我們煎了幾塊,先拿一下 清乾水,用乾淨的碗 先放一些鹹味 放五份一茶匙鹽 可以煮好才試味 另一個來源就是黑椒 喜歡吃黑椒的味道,可以多加一點 如果有小朋友,可以多加一點 可以多加一點 這裡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又拿一些道具出來 我們就拿兩隻叉 慢慢把它硬碎 如果有些外國的網友弄開薯蓉 有些薯蓉夾的,就用薯蓉夾壓一下 但是我自己也喜歡用叉 為什麼呢? 我之前也做過一次,也說過 我做這些薯蓉,我不喜歡做到很糊 很奶油,很奶油 我不喜歡 你在外面吃 你在大酒店那些,一定會做到這樣 那些米芝蓮的升級 但是米芝蓮是做不到家裡的味道 我們在家裡做的比較簡單 到這個階段,我們就拿一些全脂花奶出來 這裡要放兩湯匙 然後放適量的牛油 你問我多少,就一隻手指位 我當然是說適量的 每個人都看起來,嘩! 加這麼多牛油 我以前在外面,入行的時候做西餐 加得更多 加多這裡,差不多一倍 我們在外面做 打到很脆弱,入口很順滑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就利用薯蓉 用牛油的牛油就可以了 與此同時,現在可以順道再攪拌一下 讓它更加溶化 至於稀潔的程度 大家可以用花奶去調校 攪拌到這個階段 我自己也覺得 再加多一點花奶 再軟軟一點 這些就... 隨個人喜好 那... 在外面做的話 會加一些忌廉 那些比較高級 我可以跟大家說 加花奶 有點意想不到的味道 好 到最後 這次有一點不同 就是... 我們拿一些片莊芝士出來 剛剛不是加了很多鹽 加上芝士的鹹味 加上芝士的鹹味 加上芝士一起拌 然後加上芝士的鹹味 加上芝士的鹹味 可以加上芝士的鹹味 然後加上芝士的鹹味 可以加上芝士的鹹味 然後加上芝士的鹹味 可以加上芝士的鹹味 我們稍微攤到軟身 不是攤了很久,攤了一會,就已經軟了 不吃了兩塊就放在冰箱 我們處理這些,攤一攤到軟身 然後還有一個步驟要做 我們拿這碗出來,放一點水 我們在水裡放一個茶匙的鹽 隨便攪拌均勻 這些鱈魚跟鱈魚扒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看看肉色就知道了 肉色會比較白身 白身一點代表什麼? 這些鱈魚扒是經過漂濕過的 我們用淡鹽水浸泡一下 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就是 讓淡鹽水浸泡過的不好的味道 讓淡鹽水浸泡一下 第二,這類型的鱈魚扒 也會吸收淡鹽水的鹹味 讓它有一點底味 浸泡多久呢?浸泡十分鐘左右 看看它是否可以鬆軟 當然,如果雪都可以鬆軟 就可以了 兩塊鱈魚扒 一約浸泡十分鐘 接著我把淡鹽水全部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之後 我們隨即要放瓊水 這些鱈魚扒不單要瓊水 我們還要用廚房紙 將它徹底所有水分 吸乾淨淨淨 有很多外國網友買了這些鱈魚扒 它不用煎 我又不太建議 因為它本身都很腥的 雖然說是處理過 它本身有一點鹹味 我們用淡水浸泡一浸泡 然後清洗乾淨 再吸乾水分 基本上我們的處理就已經可以了 整件鱈魚扒就很鹹 就很鹹了,就像買鮭油一樣 吸到魚乾身,有點黏手之後 在魚的表面、底部 再加一點黑胡椒 不需要再加鹽 底部再加一點 說明是牛油檸檬 我們切一片檸檬出來 在鱈魚底裡 加一點檸檬汁 加完檸檬汁之後 我們就拿出兩個湯匙麵粉 一般的低筋麵粉就可以了 我們就把整件鱈魚底面 再加上麵粉 再加上麵粉 鱈魚上了麵粉之後 我們就把薯仔煮出來 這邊就開火 燒熱煎鍋 煎鍋 煎鍋熱後 我們就加適量的油 然後再加上麵粉 然後再加中火 把薯仔放進去 煎了一片皮 這邊也是 煎了一片皮 那邊也是 煎了一片皮 然後再加上麵粉 因為我們上了一點粉 你一看到我 我會加多一點油 同樣地 這邊有空位 我們就把薯仔放進去 盡量煎 煎過程中 我們就把薯仔放進去 這樣 這些雪魚不同 上次的雪魚扒 上次的雪魚扒 就這樣煎就可以了 這些 上少許粉下去煎 這個是黃度 上次看我煎雞扒 我也做過了 這些煎薯仔很棒 這樣 又有一些 漂亮的薯蓉 又有一些煎薯仔 兩種口味 就雜在一身 我可選這次的菜式 就是剛才做的薯蓉 煎這類型的雪魚 你也是煎一片皮 就最好的 因為這些雪魚本身的油份 都是比較長的 你不要拿去蒸 拿去煎 或者就這樣 油水浸 都很好吃 約煎了兩分鐘 差不多 我們看一下這條 可以 我們就 反了去 同樣是 這條 我們都反了去 反轉了之後 都是按一按 就是無求 讓它受熱均勻 都是 保持著中火 不要動它 反了去 那些薯仔 又相對簡單 我們就 煎到差不多 反到第二邊 慢慢煎到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可以利用一個煎鍋的魚道 這樣 讓薯仔 四周 受熱均勻 反轉了約兩分鐘左右 這些雪魚都是很快熟的 因為它曾經 醃鹹肉 鹹魚臘肉 見火就熟了 我們看一看這邊 有什麼情況 反轉了 又煎一塊皮那邊 反轉了 最後我拍 我們就準備剛才的薯蓉 這件就差不多了 你看 煎得多漂亮 嘩 正 不行的 就煎了兩塊 扭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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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扭起來 之後 薯仔 放一點 胡椒 放一點 胡椒 有一點鹹 反轉 放一點 開大火 煎一煎 最後 把薯仔放進去 然後 我們就 切一點 蔥花 雖然是西餐 放一點點 點滑一下 香煎鹹鮮雪魚柳 呈現眼前 最好吃是煎薯仔 但是 如果你有小朋友 這個薯蓉 煎一斤也不夠吃 但是這個薯蓉 是不適合拿去煎的 因為又加了這麼多牛油 又加了這麼多芝士 所以就這樣吃就最好吃了 至於這個鮮魚 再加一點沙律醬 已經是相當美味 喜歡吃鹹魚的網友 就給我讚好 喜歡吃馬介休的網友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吃雪魚 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 繼續吹水 我兩塊魚都不吃 我只吃薯蓉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謝謝收看 下支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同樣一位 看來 摩衆 我 想吃 謝謝 提供 一些 啃 事 什麼 有 寄